日本料理师傅穿的储食服 韩国餐馆服务生穿的传统韩服 其实都源自于汉塘服饰 现在的高雄一家连锁中餐馆 全面推广服务人员穿着汉服 更增添了独特性 有顾客说穿汉服的服务生很吸引人 文明高雄的古典中国风华丽餐厅 从领台服务人员招待小姐和男女服务生 身穿不同颜色款式的汉服 客人一进门就印象深刻 看到这里的服务生他穿的风格 他们的服装跟西式餐厅的服装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西式服装的餐厅他们会给一种 很正式的风格 不过我们看到这里的服务生 给我们是一种 让我觉得有一种比较优雅风 现在的比较吸引人 看起来美丽大发 对客人一下子就抓住了 一个眼光 让我们客人觉得 好像来到一个很有品味的地方 很好的餐厅 什么原因促成制服大改变 业者说 日本 韩国 甚至台湾原住民餐厅服务生 大都穿着传统服装 而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汉族中餐馆 几乎看不到业界推广汉服 一时就有一个想法的希望 把这些文化把它找出来 希望透过这件衣服 让来的客人知道 慢慢去了解到 这个衣服不是日本服装 这个衣服不是日本料理台穿的 这衣服是我们真正 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 汉服专家王文花设计的传统汉服 布料讲究 样式典雅 蕴含中国五千年文化韵味 让服务人员从一开始的抵制态度 转变为相当喜爱 穿上这套古装 会让我的行为举止变得比较端正 比较舒服 那动作可以比较大一点 而且应该是说 感觉就是在穿的时候有那种 好像回到古时候的感觉吧 就是用绑的完全没有拉链跟扣子的感觉 然后很符合人体工学吧 因为它的生产性很好 王福寿说 新的一年会在入口处做展示柜 介绍整个汉服的典故和由来 让更多客人用餐之余 更认识汉服 更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新唐也在电视里 娟荣林空关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